基本上這次的榮耀獎勵的話 裡面是有我們一個新的東西喔 也就是我們這個新的小惡魔尾仕喔 所以這尾大的視頻的話 開始要出來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屏 那我們進去來玩一下我們的極速領域喔 那在我們7月1號的時候呢 我們的榮耀勛章這邊 又開啟了我們的榮耀勛章第二期啦 那這次的話 非常建議大家可以買一下 我們這個榮耀的 就是 有那個 就是要花台幣的那個模式喔 因為基本上這次的榮耀獎勵的話 裡面是有我們一個新的東西喔 也就是我們這個新的這個小惡魔尾仕喔 所以這尾大的視頻的話 開始要出來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拿一下我們尾巴的視頻 來加一下分數的話呢 這一次的榮耀勛章 真的是不要錯過囉 那這邊的話呢 哲平就來啟動一下勛章吧 目前來說的話呢 如果你要升比較高等級的話 那當然就是我們的230啦 那我們只是想要啟動我們榮耀勛章的話 只要130塊就可以來取得我們這個條件囉 那我們就來先取得我們的130塊條件吧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那我們就取得了我們榮耀勛章的那個條件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 它這一期的話 也是會送一大堆就是專屬的實裝啦 那就是比較重要的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惡魔的尾仕喔 那這次的話一樣有一台我們榮耀勛章的A車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M神他們好像都已經有拍那台車的介紹影片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台車到底厲不厲害喔 那最後的話就會獲得我們這一台啦 這台我們的這個暗夜伯爵喔 A級賽車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的話 都可以來就是花個130塊 就可以取得我們這個A車 所以其實我覺得比抽其他A車都還要便宜喔 而且這一次的實裝的話 基本上也是很好看的 而且基本上它是有尾巴飾品的喔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啦 好 那之後的話呢 我把整套實裝都拿到之後呢 哲平會再來拍一部我們的影片喔 順便把那個尾巴飾品給它裝上去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沒辦法買花錢的話 那基本上它這一次免費的這邊 也是有很多的那個獎品啦 比如說有一些就是不一樣的一些實裝喔 這些也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基本上也不用一定要花錢 只是這一次的話有尾巴飾品喔 但是我覺得之後的話 如果這一次出了尾巴飾品的話 那之後有一些實裝的話 應該也會出尾巴飾品 所以大家也不要那麼緊張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 一樣繼續來接一下我們英倫邂逅的活動喔 基本上今天再打一天 明天再打一天的話 應該就可以把這個就是實裝全部都換完完畢囉 那我們就先來跑一下我們的那個古堡囉 好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來跑一下古堡喔 那這一次的話我覺得 我這邊的實裝都沒有到108的關係 應該是我換孟琪啦 因為孟琪這邊的話它的那個就是 數字應該是比較低一點點的 所以它沒有像我們就是小馬怪阿 或是像我們那個 笑天犬一樣就是可以到我們108這樣的實裝度喔 但是之後的話我覺得待會 呃之後的話我們應該可以期待一下 就是那個我們的那個小惡魔的尾巴飾品 看一下它的分數到底能加多少 我覺得終於要跟我們的108那個套裝直說掰掰了啦 終於要換另外一個新的高度囉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衝起來 然後就是慢慢繼續練啦 其實我覺得這些有一些小節技的話 真的不是就是跑一天兩天就可以了 因為它可能就是要去抓一下手感 而且就算你跑了很久喔 你有時候可能還是會失誤一點點 所以就是慢慢練就對了 然後就是慢慢玩 但是這一季的話 哲平應該都是以邪後魔術 呃不是 魔術 呵呵 就是應該是以邪後魔術來為主啦 因為主要都在玩邪後 而且我覺得那個還蠻好玩的 而且又可以爬積分對不對 那我應該是以邪後魔術的那個 車神邁進囉 好 這邊過來 甩草椅 然後趕快補氣 這邊來一個WCW噴 沒有問題喔 那孟奇的話真的是還蠻可愛的啦 只是有時候如果 因為這款遊戲就是這樣 有些就是比較華麗的衣服 就是加的分數比較高 但是有一些很可愛 或是很好看的衣服的話 他家的東西就沒有這麼高分 所以就會比較尷尬一點點喔 所以像我們孟奇真的很可愛 但是他家的那個寵物值 就不是最高分的那種感覺 所以大家如果要真的比那個 時鐘度低一名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尷尬一點點喔 OK 沒問題 那尾巴飾品出來之後呢 應該還有一個叫什麼那個 光圈的東西吧 就是我記得還有一個飾品的地方 叫光靈喔 我覺得等那些全部開出來之後 應該才會開我們的那個就是 衣櫃的系統 因為我自己實在還蠻喜歡衣櫃的系統啦 就是可以看一下 你到底收集了多少件衣服 我到底拜金的拜了多少那種感覺喔 好 這邊的話可以跑完 看一下這一次的話呢 搞不好可以衝破我們的新紀錄喔 這邊的話呢11分4級 哎呀 完了完了完了 這邊慢下來沒有衝起來的話 要破就有點難了 欸~~~ 欸 有沒有 好像有破喔 呦 這邊的話呢 破了一點點 1分54 51喔 好不好 還是可以啦 還行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跑完我們英倫古堡啦 應該就可以拿一下我們的領結 那昨天有跟大家講啦 就是昨天孟奇那部影片有跟大家講 就是其實我是去找了孟奇的封面之後呢 我才知道原來孟奇啊 他是其他遊戲的角色然後過來的喔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有人看到孟奇的時候就說 欸 孟奇怎麼跳槽之類的 那其實孟奇好像是另外一款遊戲過來的一隻角色啦 所以就還蠻有趣的好不好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來玩一下超能 第一場是來到了十字殺 那超能的話就要比較麻煩 因為超能你必須取得我們的前兩名 你才可以就是拿到我們的領結喔 所以看一下盡量能不能跟我們這個煞星AA 好不好 一起努力拿到我們的領結喔 好 他先跑喔 基本上我們剛剛的話是時裝度最高 其實我覺得目前來說 我覺得男生的時裝好像也越變越好看了欸 是不是應該 也要蒐集一下啦 如果我在蒐集男生的話 我大概就要沒錢了好不好 來 封起來有十字殺 他說是那個YT嗎 是 好 這邊我們有大小怪 然後衝起來 先來一個甩票 這大小怪的速度有點快喔 也不是這麼好甩票 欸 進到這個洞 哇 但是這邊直接 直接那個 撞斃了 其實有時候你要看一下那個就是 你每次落點啊 落那個就是去後門的時候 你都要去看一下就是到底會不會 有什麼危險啊 不然真的是蠻尷尬的 封門 喔 這次開的還不錯喔 我自己開的就不錯 飛機 喔 太好了 那在飛機的時候 基本上是可以用那個空盆落地盆的 哇 這個 覆的不太好啊 再一個飛機 欸 下來下來 很想要他下來啊 哇 他們應該是吃到傳送們了 這邊來一個甩票 哇 兩個藍 兩個黃色都這麼快喔 對不對 那完了 喔 這邊沒有上到那個 這邊有些小尷尬 慢下來的許多了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 應該是可以來到那個 欸 不一定喔 綠色現在比我們那個 阿娜達還要快喔 這樣有點小尷尬了 應該是小尷尬 因為這邊的話 黃色一定是第一名 然後綠色如果過來的話 我們阿娜達沒有往前擠的話 有可能會變成就是我們是 會第三名的感覺喔 哇 好 他有完成 那這邊應該是有前三名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到那個 九 欸 有有有 我們這邊有第二名 因為九加八等於十七嘛 那我們十一加七的話是十八 所以我們應該有贏一分喔 OK 沒問題 那我們這邊有取得前兩名了 所以是完全沒問題的 我們可以取得我們的領階喔 好險好險好險 哇 我真的覺得金牛座套裝真的還滿好看 我開始在期待下一套那個就是 星座的服裝喔 雙子也是還滿好看 但是我會更喜歡就是金牛座那種感覺 比較有那種就是星座的感覺 OK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領起來 然後就去跑一下我們的邂逅囉 最喜歡玩的邂逅模式開始囉 邂逅模式真的滿好玩的 我真的這麼覺得 而且他一開始輸的話就不是輸了 其實超能跟我們的邂逅的話 一開始輸都不是輸 因為後面的話吃到道具阿 或是一些傳送門的話 都可以直接領先喔 會滿帥氣的 只是排得好像有點久喔 哇 那這邊的話呢 可會有點小尷尬 我好像排不到人耶 我剛剛已經排了差不多五六次 然後他都一直收不到人 是... 因為最近沒有人在玩 排位賽的邂逅競速了嗎 那不就慘CC嗎 我們再排一次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就去自己開個房間試試看好了 不然這樣也不是個辦法阿 為什麼 前一段時間不是超多人喜歡玩邂逅模式的競速賽嗎 為什麼你這樣都沒了 為什麼 請告訴我 我覺得邂逅賽的競速模式正好玩阿 我覺得還不錯阿 為什麼 邂逅競速還滿好玩的阿 請問沒有人玩 真的是排不到人耶 奇怪我現在才賺1而已阿 排不到咧 會不會是因為現在沒有情侶在玩 哈哈哈 現在也不過才中午而已 大家都在睡午覺是不是 好吧 那看來應該我們要去排一下就是 好真的找不到 QQ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有沒有房間囉 哇 就現在也沒有人在開房間耶 所以我們現在邀朋友好像也邀不起來 現在A隊跟B隊可以開始嗎 不行 我們才缺少男生 哇 這遊戲 這個模式感覺好像有點難耶 這個任務有點難拿耶 居然沒有人要玩 GG 哇 不行 這邊的話我們只能再看一下有沒有人 為什麼現在都沒有人玩阿 為什麼沒有人玩 這樣怎麼解任務 喔 喔 終於 喔 罵一罵終於有了 哇塞 為什麼阿 這個時間是怎麼一回事 那看來的話我們這一場打完應該也沒辦法去強求 一定要拿前幾名喔 反正有拿到領結就好了 為什麼不玩吸吼模式 吸吼模式很讚阿 而且一隊只需要 123456只要6個人耶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覺得還行阿 為什麼會這樣子 可惜 不過我們這邊的話 還是哇 99跟105取得最高分 來看一下哈 跟我們安娜達能不能取得我們的前兩名 哇嗨嗨 我是哲平 安曼 看一下這邊請兩名喔 因為前兩名才可以加分喔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加分的 什麼都不管了 唉唷 我們的流滿珠 哥哥好像還不錯喔 我們的安娜達流滿珠 好 沒問題 這邊還有一個帳票 武器 再來 兩個 小噴 孟爺 這邊會比較麻煩喔 叫哥哥回來 哇塞 我們這個安娜達有點 有點不太ok啦 他都在最後一名耶 這樣會被扣分喔 安娜達 上橋 我看來我們的安娜達好像是 是還好玩那一種喔 可能就會比較小尷尬了 沒辦法 拿到前幾名 就沒有辦法加分了 我們也要加油 至少讓我們的安娜達 可以比較好過來 喔唷 我們安娜達是不是都沒有傳送啊 他是不是都沒傳到我這邊啊 我都沒看到他的影子耶 他永遠都在最後一名耶 尷尬一波 他有傳送了 阿人咧? 哇 好吧 GG 扣分扣分 算了 有拿到領結就還行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取得領結啦 我真的覺得今天好像有點 有點難爬我們那個就是邂逅模式 真的是超少人的 不知道為甚麼喔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榮耀勳章這邊是開啟啦 所以7月1號到我們的8月25 都可以趕快來達成我們的活動任務 然後趕快來依許我們積分喔 然後拿取更多的獎品 那甚至是蠻推薦大家可以用一下 我們這個榮耀勳章的東西 因為裡面有我們的那個惡魔小尾巴喔 所以如果你想要尾巴飾品的話 這邊就可以讓你拿到了 還不錯喔 而且還有一些就是A車 而且只要130塊 其實非常便宜啦 所以就看大家自己去取蛇囉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如果覺得我們尾巴飾品也非常期待的話 可以幫我們影片點個喜歡囉 每天中午12點關我上次一半 關我晚上9點多的影片喔 打開來看一下啦 那我的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